大家好,美国坐不住了 俄罗斯和美国现在在乌克兰问题上 白热化,双方进入了白热化的胶着状态 美国打出台湾牌了,逼中国表态 美国议员团也访问台湾 周四,也就是14号晚间 美国的参众议员访问团 搭乘专机抵达了台北松山机场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亲自前往接济 预计访台是两天的行程 周五上午,台湾的蔡英文也在总统府会见了议员团 该议员团是由对华鹰派的 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率领 一共6名议员 梅内德斯大致是台湾的支持者 今年2月共同提出一个法案 要求美国谈判将台湾事实上的 驻华盛顿的大使馆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另外还包括16年 角逐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的 参议员格莱姆 还有波尔·波特曼·塞斯 众议员杰克森 美国的议员格莱姆会见蔡英文也表示 美国将支持我们所爱的我们将与你们站在一起 格莱姆说 放弃台湾相当于放弃自由与民主以及自由贸易 对全人类是重大的遗憾 中国对全世界所做的一切是时候让他们付出更庞大的代价 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必须付出代价 当被问及 华盛顿是否应该在中国发动攻击时 派兵帮助台湾 格莱姆说 每个选项都摆在桌面上 他告诉记者 我们拥有强大的军队 不是为了夺取他们的财产 他人的财产是为保护我们自由和世界的自由 他接着说 在上世纪我们学到的教训是 如果好人对坏人屈服 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 如果美国抛弃台湾 将会对全球产生根本性的改变 而且是坏的改变 那未来呢 有谁会想当美国的盟友 对美国人而言 台湾就是美国的盟友 放弃台湾的选择 是在告诉全世界 法治屈服于枪杆子 如果时光能回到1930年代 我们会怎么做 他希望大家的答案是 我们应该早起对抗希特勒 而不是更晚 美国对中国不寻求冲突 但会为了我们的价值而战 中国要做出明智的选择 那中国官方也经常回应 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 在答记者问的时候 表示美方这一行径 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导致台海局势进一步紧张升级 美方一方面做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一方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这是极其虚伪的 毫无信意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东部战区近日在台湾周边 空域组织多兵种联合战备巡航 并展开多科目针对性的演练 这是根据当前台海的安全形势 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兵莫马 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坚决挫败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也指出 东部战区今天出动 护卫舰轰炸机、尖击机等力量 在东海当面和台湾周边海域空域 组织多军种的联合战备巡航 并展开对海突击等科目演练 而此次行动是针对近期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频频 释放错误信号而组织的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战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近日也表示 解放军最先进的歼20 已经在东海、南海进行常态化的飞行训练 解放军的G20已经在台湾周边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巡航演练 除了美国的议员访问台湾 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周三也表示 呼吁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影响力结束乌克兰战争 叶伦警告说北京未能采取行动 将影响它与这些团结一致反对俄罗斯入侵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他警告说北京未能采取行动 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及其进一步的拥抱经济一体化的意愿 很可能会受到中国对我们呼吁对俄罗斯采取果断行动的反应 如果中国目前在关键时候不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 那当他就这些原则发出呼吁时 就不能指望国际社会予以尊重 中国最近确认了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 我热切的希望中国使这种关系产生一些积极的东西 帮助结束这场战争 除了耶伦以外 在周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伯恩斯 在佐治亚大学发表讲话时提到 四大挑战将塑造我们的未来 首先是俄罗斯再次入侵乌兰构成的直接威胁 第二是中国对领导地位的野心带来的较长期的问题 在我看来 中国是21世纪唯一且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 至于其他重要的挑战 伯恩斯提到技术变革的重大影响 以及形成基于美国社会多样性的劳动力 这是伯恩斯 公开表示中国将是美国21世纪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 听了上面给大家的介绍 其实大家心里已经清楚了 美国的高官 再加上美国的议员 一直在台湾问题上 打出台湾牌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耶伦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的是对的 就是中国现在一定要捍卫国际上 国际法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捍卫这个原则 你不捍卫这个原则 那其他国家也不遵守这个原则 但是我想问问美国人议论 第一个问题 你美国捍卫这个原则吗 你如果捍卫一个原则 你为什么派你的议员访问台湾 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美国首先要承认这一点 就是你先得解决中国美之间这个台湾问题 你自己先要做到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 这个国际原则 你才能要求中国呀 那第二点啊 台湾人听好了 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耶伦说的非常清楚 中美要共同捍卫国际法 国际的准则 领土完整 对吧 不要分裂别的国家 这个话说给谁听的 不就说给你台湾人听的吗 你台湾就在分裂中国 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你搞台独就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吗 这很符合逻辑吧 那你就是在破坏国际法 破坏国际原则 那你再看看美国这些议员跑到台湾 美国财政部长说要捍卫这个原则 美国的议员跑到台湾 要破坏这个原则 那美国到底是捍卫还是 还是破坏这个原则呢 你们台湾人自己想想 那美国到底是捍卫国际法 还是破坏国际法呢 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符合美国的利益 它就捍卫 不符合美国利益 它就破坏 所以台湾人要听好了 后面讲的 你台湾在美国人看来呢 只是人家一个工具 用你台湾 肢解中国 通过分裂你台湾 分裂中国 压制中国 变成压制中国 围堵中国一个工具 所以你看非常清楚 你访问台湾这些议员 那在做什么 做分裂中国的行为 对不对 那就是对美国有利 分裂你 肢解你 所以我可以破坏这个规则 那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 又提醒中国 你不能破坏国际规则 对吧 耶伦讲的 你不能破坏国际规则 你不能让俄罗斯肢解乌克兰 大家觉得这个逻辑 是不是很奇怪 你美国一方面 让我捍卫国际法 不能跟俄罗斯一起肢解乌克兰 不能帮助俄罗斯肢解乌克兰 你又在后面肢解我 肢解我 对吧 帮助台独跟台独 沆瀣一气 肢解我中国 你在后面肢解我 然后你告诉我 你中国不能帮助俄罗斯 肢解乌克兰 你要汉美国去吧 那你美国 大家看懂没有 你美国是什么 你美国这个是做法 这种做法太霸权了吧 咱们说实话 我看我节目很多美国人 就是美国 美国人还有很多台湾 香港 海外华人 大家评评这个理 第二点 美国捍卫国际法吗 美国 对吧 它是破坏国际法 还是捍卫国际法 四下呢 它什么 直接你中国 又跟这帮台独沆瀣一气 那台独干什么 不就把中国大切拔块吗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吗 然后他又不敢直接搞 直接搞这张牌没了 搞一帮议员 我再强调一点 你们这帮美国人 真的对不起台湾人 你看台湾人对你们多好 你看台湾那帮小绿 天天叫好 美国人好 美台是不是 永远 永远 美国永远支持台湾 美国和台湾永远是有异议 你看我那个 我看那下位评论 那台湾人 我们永远爱美国 台湾万岁 美国万岁 那喊的 美国人爱你吗 爱你到现在不承认你啊 你美国人对得起人 这些小绿吗 我真的 我得踢这帮人是吧 台湾人讲一讲 你这美国人太 太不厚道了 人家这么爱你 是吧 对你死心塌地的 你到现在也不承认人家 给个名分呢 派个大使 是不是 别老整个代表处 处什么处啊 是不是 老处老处的 也不结婚 是吧 耍流氓 老跟人处 处来处去的 是吧 是吧 出来处去也不结婚 不领证 那干嘛呀 是吧 耍流氓啊 你看台湾对你多死心塌地啊 我应该我替台湾人讲话啊 美国太不低道了 你看这帮美国人 就来两天 晃一圈 表个态就走了 干嘛 把台湾当什么 公共厕所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真的 看得我直乐啊 我每次看美国人啊 到台湾啊 你在 你在回听我刚才跟你讲那个逻辑啊 你一下你就知道了 美国人把这个世界啊 这些人 世界上这些种族 当成什么 他永远是矛盾的 为啥 因为美国利益服务啊 对我利益有益 有益的时候 我就捍卫国际法 你看 那个美国财政部长 你必须得支持我们 制裁俄罗斯 你不支持我们制裁俄罗斯 乌克兰被肢解了 乌克兰被肢解 国际法就无效了 无效了 你台湾怎么办呢 逻辑一下通了 为什么打台湾牌啊 为什么打台湾牌 第三点啊 第三点 为什么 美国急了 为什么打台湾 美国急了 还看不懂吗 美国现在着急了 这个第三点是最有意思的 大家看现在在乌克兰战场 这个情况啊 我现在一直在关注啊 因为背后其实也涉及到中国利益 大家知道 从伯恩斯讲话 刚才见 要给大家念的啊 伯恩斯的讲话 伯恩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他对外工作 中央情报局是对外的 他主要是在海外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FBI呢 是在国内执法 中央情报局是在国外 主要在地缘政治上 进行一些 对吧 秘密的一些活动 对吧 所以中央情报局 他讲这个话 应该是美国 现在的 一个对外的一个真实情况 那就美国中央情报局非常清楚 中国是美国未来长期的敌人 这是第一点 中国才是美国的敌人 美国要把所有的力量围堵中国 用在中国身上 但是现在突然出现一个俄罗斯挡在前面了 俄罗斯要跟美国玩命啊 想不想通这个问题 俄罗斯普京要跟美国玩命啊 你看拜登现在天天把力量甩到俄罗斯那儿 全世界反俄呀 全世界现在反俄啊 他不反中啊 这个美国的一些 真的啊 有过地缘政治思考的啊 这些 对吧 美国的一些 你说这个金字塔上面这些人 美国老百姓和美国金字塔上面人不一样啊 上面人统治着美国这些老百姓 美国 其实你要去了美国 你会发现美国普通老百姓啊 他有些人一生他都没离开他自己那城市 我去过美国 他都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 真的啊 没什么见识 你更别说他谈什么俄罗斯中国 他能分清楚是吗 中国和俄罗斯有啥趣 他可能都不知道啊 所以你真的美国老百姓 他就不理解这方面 地缘政治方面 那美国的高层呢 他理解 他制定美国的政策 但现在有个问题啊 美国通过CNN通过BBC通过美国的报纸 新闻舆论 把反俄的情绪推高了 就连美国这个不识字的最简单的一个农村的农民 美国的农民他都知道反俄 这让美国高层现在紧张啊 非常紧张 我的主要敌人是中国呀 我怎么能让老百姓反中 对不对 借着反俄这个劲反中呢 把老百姓把所有的能量发挥到俄罗斯身上 对俄罗斯恨之入骨 那你中国不就躲过去了吗 这个不行啊 是不是 就美国这个高层现在呢 突然发现什么呢 原来对付中国的 所有的力量要在俄罗斯身上释放 那不就是浪费了吗 那不就浪费了吗 那现在看呢 俄罗斯已经挑明了要和美国作对 那特别是普京 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 俄罗斯从国内 对吧 从老百姓到普京 总统普京 把美国当成最大的敌人 俄罗斯也把美国当成最大的敌人 那你看这个局势就非常有气 非常有意思 美国的敌人是中国 美国盯着中国 要奔中国来 俄罗斯挡在中间 跟美国玩命 跟美国掰手腕 看懂没有 看懂没有 美国把所有力量准备对付中国 说俄罗斯跳出来 半路杀出个成小金 两个人互相博弈 普京和拜登两个人 在乌克兰博弈 那美国一定会损失自己的战略资源 而且美国国内会激起反俄的情绪 反而不反中 你看到没有 美国现在所有的是利用第一 利用台湾提升反中的意识 对吧 老百姓把台湾和乌克兰问题画等号 那么借助反俄 也就把中国和俄罗斯画等号 你一起连反俄带反中 这美国的一些高层 美国这些智库 它和美国老百姓是不一样的 它是昂路撒克逊训练出来的 我以后再说 美国的这个华人论智库这些人 实际上是被培养的 现在从俄罗斯方面了解的一些消息 华人论智库特别是美国的 美国的这些包括新闻机构 报纸 包括大学 很多机构 是专门培养的 并没有什么自由 利用宗教机构 美国都告诉大家 中国如果有共产党的话 美国有宗教 美国的宗教就相当于一个政党 实际上呢 你看中国共产党 好像是说中国共产党 对吧 可以控制整个中国的社会 控制中国的舆论 那么美国就是由宗教控制 美国并不是让大家想象的 好像是个完全自由的国家 以后再说 你从这点可以看到 美国实际上它的高层 已经意识到了 就这股力量 如果民间这股力量 不能有效的对付中国 对付俄罗斯 向俄罗斯发力 那美国的目标就偏了 反而会集中力量打俄罗斯 就把俄罗斯打趴去 又能怎么样呢 俄罗斯不是中国 不是中国啊 俄罗斯不是美国长期目标 中国就跑了 所以他现在又不能不对付俄国 他现在如果转变方向 对付中国 你就忘了民主自由了 对不对 你这个话没法圆回来 对吧 你怎么把俄罗斯放了 不能放了俄罗斯 还得咬住俄罗斯 死死咬住 也不能让中国溜了 他就想出办法 台湾问题 用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捆绑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也反映出什么呢 反映出美国的国力在下降 他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 他自己国力不能对付中国和俄罗斯两家了 他只能对付一家 所以他必须集中自己的所有的能量来对付中国 所有的力气对付中国 但是现在跑出一个普京 我告诉大家 俄罗斯 现在虽然国力 大不如前 但是俄罗斯如果拼了命和美国 拼这一下 美国也会有损失的 美国也会有损失 特别是北约 特别是现在 俄罗斯在 他这个比北约接壤这个地区要重新部署的话 那美国在欧洲的投入也要增加了 那这样美国的精力又回到欧洲了 那怎么北赌中国 这个逻辑你想通了吧 所以美国现在也在调整对俄战略 但是 大家想到一点没有 乌克兰战争长期化 美国是希望乌克兰战争长期化的 但是乌克兰战争长期化 你从长远来看对中国有利 因为乌克兰战争长期化 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消耗 记住不是中国在欧洲消耗 是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消耗 包括欧洲也卷进去 三个欧洲美国俄罗斯 三个地缘政治上的主角都在欧洲消耗 那么中国东北亚是不是一个真空 这个真空会不会给中国提供一个发展空间 美国很紧张的 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在摔跤 在进行博弈 中国如果站在美国这边 中俄关系就被美国离间了 听懂了吧 所以美国现在不断的向中国喊话 你要站在我这边 你中国不站在我这边 是吧 美国老百姓会把这股力量 反俄的力量 一起反重 借助老百姓力量 借助全世界舆论的力量 反重 你中国呢 你站在我这边 中俄关系被离间 我又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看美国想的非常清楚 所以我说中国一定不能表态 那么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上 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呢 最后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一定啊 一定要保证和俄罗斯的正常关系 正常关系 就是两个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 科技 贸易 对吧 人们交流正常保持 你看印度和俄罗斯之间关系 就很正常 美国也要求印度站在自己这边 印度很硬气啊 我们就是正常关系 我们不选边站 跟俄罗斯就正常两国关系 中国要保证和俄罗斯正常关系 为什么 你俄罗斯是吧 党在前面跟美国摔跤 俄罗斯如果后面有了力量 美国就没有时间对付中国了 美国就党在 俄罗斯就党在中国和美国中间了 那么俄罗斯就会化解美国针对中国的 这种围堵 化解美国针对中国的这种挤压 特别在欧洲 它无暇动工 所以中国一定要跟俄罗斯保持正常的关系 那乌克兰的危机呢 现在很有意思啊 美国希望用乌克兰危机 拖住俄罗斯 长期消耗俄罗斯 最后呢 拖死俄罗斯 那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呢 我觉得这个长期化对中国有利啊 中国不会反对 这个长期化 美国和俄罗斯长期在乌克兰问题上对峙 长期的消耗美国的国力 在乌克兰问题上消耗美国的国力 对中国有利啊 大家看懂了吗 乌克兰问题为什么久拖不绝 为什么这个战争到现在这个战争也没有结束 很多人很着急啊 为什么不这个城市 为什么到现在也打不下来呀 是打不下来吗 大国博弈 都不希望这个战争这么快结束 所以利用各种的手段 延长这个战争 今天把乌克兰的问题跟你讲透了吧 大国的博弈决定了战争的长短 不要认为好像俄罗斯单独对付美国 实际背后还有什么 中国还有印度呢 刚才我跟你讲的 印度也在参与 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 莫迪 你看印度人也很狡猾 印度人也知道 所以你看印度人和俄罗斯这个关系 是吧 从这一点上看啊 欧亚大陆才是一家 所以你看你站在更高的角度 你再看会非常有趣啊 那么美国呢 昂罗斯萨克逊 对吧 他是外来的 他是大洋对岸的 大西洋对岸的 美洲的国家 所以从这点上看 欧亚大陆 对吧 你看三家 中国印度俄罗斯 共同对抗美国 那你看乌克兰问题呢 就非常清楚了 会长期化 我觉得不会那么那么快就结束 这场战争会长期化 那美国被拖在欧洲 美国国内的舆论 舆论压力也长期 是吧 释放在哪 释放在俄罗斯身上 这对中国有利啊 所以我说啊 现在从台湾的啊 台湾这些政治人物 特别是蔡英文 你从他的一些发言 你可以看 他开始紧张了 民进党现在很紧张 因为他能看懂这个形势啊 这个形势现在对美国不利啊 为什么我之前讲过啊 中美可以交换了 现在啊 美国对台政策 其实也非常实用的啊 我刚才啊 讲的第一条就是 美国基于国家力啊 基于他自己的国家力啊 那对台湾呢 他可以出卖 该出卖就出卖了 所以台湾人要听懂 美国是可以出卖你们的 拿你当筹码交换了 说白了把你卖了 为什么 他和俄罗斯在博弈 和俄罗斯在掰手腕 中国在后面帮俄罗斯一把 给俄罗斯使个劲 美国这边就吃力了 美国吃力 消耗他的国力 那美国希望什么 希望中国别使这个劲啊 那美国怎么样 到最后就跟中国交换了吗 玩到最后就是交换 拿什么交换 很有可能拿台湾交换 你台湾要看懂啊 千万别听台湾那些 绿营那边天天喊的 美国人就支持我们 爱我们了 我们就爱美国了 小孩子吗 幼儿园毕业吗 地缘政治这么简单吗 这里边很黑暗的 美国要拿你们交换的 说白了 把你卖了还得给人数钱呢 那台湾的绿营那帮人 要听懂我今天给你们讲的啊 到最后美国没有劲了 跟俄罗斯这头熊 掰不下去了 跟中国喊话了 来中国你帮帮我 别给俄罗斯使劲 你不使劲 我这台湾问题上 我就可以放了 我就可以放水啊 那个时候是不是一种交换啊 中国武统台湾 是不是有戏了 台湾人好好想想我今天讲的 你不要以为美国爱你 你那台湾我也去过 美国要真爱你啊 我跟台湾人说啊 美国要真爱你啊 就承认你了 就承认你了 他到现在也不承认你 他爱你吗 他只想利用你 今天就说这些 美国这些议员访台呢 我觉得从本事上说 就是在打台湾牌 就说白了 希望在台湾问题上 和中国进行交换 根本不是爱台湾 台湾人千万别自作多情 认为美国会保护你 保卫你 你看看乌克兰就知道了 你看看乌克兰就知道 打成这样了 美国到现在也不出兵 让乌克兰自己消耗 他爱你吗 他爱他自己